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逢时为我们揭秘西水波大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型考古历史文化类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参加我们今天考古公开课的 由我们面向社会招募的六位考古学员 欢迎你们 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喜爱考古的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 我们常说呀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但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文化 却不只是五千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988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龙年 就在这个龙年的前一年 河南浦阳西水坡 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的大墓 古墓东西宽三米 南北长四米左右 深只有半米 在这座古墓内埋着四个人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是位于墓室正中的一具尸骨 尸骨左右两侧 竟然分别有一组 用磅壳精心摆速的龙和虎的形象 尤其是在尸骨右侧 那条长一米八左右的磅龙图像 更是引人瞩目 摆速这条龙所用的磅壳 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用最圆的磅壳做龙的眼睛 用形状尖尖的磅壳 做龙的爪和牙 龙舌头选用的是 椭圆形的打磨光滑的磅壳 龙头朝北 龙尾向南 龙手高昂 屈颈弓身 长尾托地 前爪趴 后爪灯 壮似腾飞 如此精致的磅壳龙形摆速 在中国考古学 历史学 天文学 艺术史 宗教学 神话学等领域 都引发了极大的震度 一时间相关文章大量涌现 对其寓意进行推测 那么 西水坡磅速龙虎图 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 权力 神兽 星象 可谓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 在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牧主人的左右两侧 摆放了龙和虎 这个龙和虎究竟它代表着什么 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冯石老师 请冯老师 欢迎冯老师 今天我们回顾这个西水坡的 距今6500年前的这样一个考古一寸 实际上目的是想回顾一下 我们灿烂的文明 我们习惯着说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 但是我刚才说了 这个墓葬它的年代 距今6500年 那就是说把我们习惯着接受的 这样一个文明的历史 也向前推了1000多年了 大家都觉得它们是具有宗教意义的 具有王权意义的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对 这个西水坡之龙虎途到底说明了什么 我想我们还是请冯老师 细细地来为大家解读 刚才朋友们 你们的所思所想 其中都集中了一点 就是它体现的是古代的 在6000多年之前的 那样的一种精神的创造 精神的世界 没错 这一点正是中国原始先民 他们所认识的文明的最重要的内涵 文明这两个字 在中国的典籍里边很早就出现了 上书里边有文明 古人讲 俊哲文明 温宫允色 周易的《易传》里边有文明 古人讲 献龙在田 天下文明 那我们的先民所讲的这个文明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是我们人 自己的一种心斋 我们修养自己的内心 使我们的内心具有了道德 然后呈现出来的人的那样的一种 道德的精神 所以我们在中国古代的那些典籍里边 可以看到 先贤们有这样的一种认知 鹰鹉能言 不离飞鸟 星星能言 不离禽兽 今人而无理 谁能言 不以禽兽之心乎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不修养道德 不懂得理 我们不是仍然怀有的是一颗禽兽之心吗 这就是中国古人 去定义文明的最核心的思考 我们都读过大学 里边有这样的思想 说中国古代的这个先民啊 要格物置之 通过格物的方式 然后认知世界 这句话我们今天说 那实际上就是 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分析 获得知识 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说 中国文化的特点 那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化 这就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了 中国文化的原 实际就是一种天人关系 这种天人关系 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构成了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宇宙观 我刚才说到文明的时候 我引用了一传的一段话 叫做现龙在田 天下文明 现龙在田 这四个字出自于《易经》的钱挂 它讲什么 它就讲天上的龙星 在回天运行 我们知道龙星是二十八宿 其中的六个星宿 那星宿在天上就不是固定不动 它或者东升 或者西落 是吧 有的时候呢 又横根在中天 而另外一些时候 可能有钱藏在地下 你看不到了 有这么一个时间 当龙星浮没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当有一天太阳 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 人们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看到那个龙角 也就是二十八宿的第一个星宿 叫角宿 它从东方的地平线上 升起来了 这样的一个天象 就是古代 古代的先民 一个重要的记录时间的天象 今天我们说 二月二龙抬头 指的就是这个天象 今年如果是二月二 龙升起来了 明年还是这个样子 一年两年不算是 十年八年也不算什么 一百年两百年也不算什么 一千年都是这个样子 于是乎 人们获得了什么样的一种思想 诚信 古人觉得我们跟时间从来没有约手 但是它如期而至 所以古人认为最大的诚信 就是时间 我们今天看到的 古文献上记载的有这样的话 叫置信如实 该冷就冷了 天气该暖又暖了 特别讲诚信 所以古人就通过对时间的观测 就萌生出了诚信的观念 并且后来用诚信 作为道德的最核心的内涵 去修养自己 这就是文明 对一个人来说是这个样子 对于社会呢 就是典章制度 利益制度 有了这些 一个人才能区别于动物 一个社会也才能区别于动物世界 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文明 那我们懂得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之后 我们再来看六千五百年前的西水坡 这样的一些原始一寸 我们能说它不是文明吗 它讲的是那个时候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 讲的是制度 不仅有王权的制度 还有宗教的制度 所以我们才说 我们的文明究竟古老到多久呢 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 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们习惯上认识的千年 我们说的西水坡 这个墓葬不是一个孤立 其实它是包括四组一寸 自北向南 沿着子武县 做的等间距分布 我们来看看后边的这个图 最左边的这张图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旧棒龙和棒虎的这样一个墓葬 它分布在这个完整一寸的最北边 沿着这个墓葬向南 二十五米 我们看到的是第二组 它是用棒壳 摆放了龙 虎 鹿 鸟 主要有这样四种灵兽 在这第二组再向南 沿着子武县 二十五米的位置 摆放了第三组 也是用棒壳摆放了一个虎 另外 还用棒壳摆放了一个龙 同时我们还看到 在龙的身上 还用棒壳摆放了一个小人 表现的是人 骑着龙 顺着第三组 我们再往南找 还是二十五米的位置 是第四组 第四组是一个墓葬 这个墓主人也很奇特 所以说西水坡 实际是一个自北向南 大约有一百米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的一个 巨大的 宏大的 一个宗教祭祀遗存 它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最北边的墓葬 那这个祭祀遗存的时间 我反复地强调了 是距今六千五百年 那它在说什么 我们先从最北边的这个墓葬来说起 在墓主人的左右两侧 或者说是东西两侧 分别用棒壳摆放了龙和虎 说到龙虎 我们都知道有四象 这样的一种说法 四象都包括什么 就是东方是青龙 西方是白虎 南方是朱雀 北方是玄武 四象实际就是天上的星象 所组成的那些星象 那古人为什么要看天 进而后来发展出 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呢 原因就在于 他们要利用天文观测 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 因为原始农业 一定首先发生在四季分明的这个维都地区 在中国大地就是黄河和长江流域 但是在这样的一些地区 我们核实播种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它四季变化不定 你什么时候播种 它才能有收获 而另外的一些时间播种 它就颗粒无收了 因此 时间就成为了原始农业产生的一个知识基础 我们不可能想象 一个对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 它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农业发达的前提条件 就是古人对时间的掌握 这个时间 我们的先民就叫它农时 我们要不误农时 如果误了农时 可能这一年就绝收了 那在数千年前 甚至可能更早 我们怎么去决定时间呢 古人只有一个办法 到天上去寻找 去观测天文 来决定时间 于是天文学就发展起来了 古人怎么看星 和我们今天的人 看星的方法不太一样 古人是一组一组星地去看 比如大家都很熟悉 北斗星 北斗星是由几颗星组成的呀 七颗星 它组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 一个斗 于是古人给它一个名字 叫斗 它不是一个 它是一组星 组成这么一个样子 青龙白虎 中学玄武 也是这个意思 它们在天上 有不同的星星 组成了不同的图像 于是人们去观测它 就形成了 就形成了所谓的四象 这样的一种观星方法 中国古人就叫做天文 什么叫天文呢 这两个字怎么理解呀 我们把它朴素地说出来 就是天上的图像 那个文就是文样的意思 是图像的意思 今天我们在西水坡的这个墓葬里边 看到了有龙有虎 那难道它就是中国原始文明中的那个四象体系中的两个象吗 当然我们只凭龙虎 不能够下这个结论 我们来寻找一下 在这个墓葬里边 还有没有足以帮助我们 去进一步探索 来揭开这个谜的线索呢 我们看看这张图 在墓主人的东西两侧 除了龙虎之外 墓主人的脚下 还有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 和龙虎 它的构图不太一样 一部分是用蚌壳来摆 而在这个蚌壳的东部 东侧 人们特意配了两根人的颈骨 小腿骨 那这个图像是什么 我们认为 这个图像 其实表现的 就是北斗星 这个图像 对于街市 西水坡这个大墓 所有的这个文化的内涵 具有关键的意义 谢谢 非常感谢冯老师 这种娓娓到来 不但给我们讲述了 西水坡四组墓葬的形制 同时也为我们推断出了 这组棒壳摆放的龙虎图 跟星象有关 彭老师 现在又到了这个我们学员提问的时间了 咱们是不是听听学员们有什么问题 好啊 听到这儿 大家有什么问题 Tina 老师 我们大部分人都说 中华文明是上下五千年 对 那如果 这个墓是六千五百年前的墓 那就说明在六千五百年 其实已经有中华文明了 对 那您觉得最远最远能够追溯到多久呢 就是中华文明 今天从考古学的研究 就是从我们刚才给文明做的一个定义来看 至少八千年 如果从天文学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 这一点考虑 一万年以前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万年前的原始农业 这意味着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人们对天文 对时间一定有所掌握了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 就是您推断的这个棒壳摆放的龙虎图 这个推断的证据是什么呢 关键就是这个北斗星 所以下一步 我们就要细细地把这个北斗星的秘密要揭开 如果这个北斗星我们把它说清了 这个墓葬的它的内涵 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 那么怎么看出的它是北斗星呢 我们请冯老师继续为我们剖戏 谢谢 我们刚才说了 对于这个原始宗教遗存 它关键的那个遗迹 就是这个北斗星 现在这个墓葬 上边是南 下边是北 大家的左侧是东 右侧是西 墓主人葬在中间 它的东侧是龙 它的西侧是虎 它的脚下的北侧 有一个图像 我们现在推断 它是北斗星 为什么说它是北斗星 有这样的一些考虑 第一 它形象上就很像 用棒壳摆放的那个部分 是一个斗勺 用两根人腿骨摆放的那个部分 表现的是斗饼 它很像一个勺子 当然 我们只从形象上认定它是北斗 这远远不够 那么第二点 如果它是个北斗星 那么北斗星 就和天上的龙星和虎星 就具有了一个固定的栓迹关系 它的位置是相对不动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天上的北斗 还有二十八秀 这都属于叫恒星 恒星虽然有字形 但是非常缓慢 大家如果看这个星图的话 可以看到中央有一个北斗星 对吧 然后你们就顺着这个北斗星的扫柄 你就向上去找 你就会找到了二十八秀的角秀 然后顺着再往下来数 脚 抗 底 防 心 尾 这六个秀 组成的就是龙的形状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中国古代那个四象中的龙 它的圆形 然后我们再看北斗星 那个斗勺的四颗星 你顺着那个斗勺的四颗星 往前去找 你就会找到姿秀和身秀两个秀 这姿和身 这两个秀组成的那个图像 就是虎 那个姿秀的姿就是嘴吗 就是虎头的位置吗 这个位置关系 中国先民很早就已经认识了 司马迁在写史记天官书的时候 就把这个关系就记了下来 用他的话说 叫标斜龙脚 魁枕伸手 标就是那个北斗的勺柄 它拴在哪呢 拴在龙的脚上 魁也就是斗勺那四颗星 它枕在哪呢 他说它枕在虎的头上 非常形象地来描述了 北斗星和龙虎这两个星秀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种天文的星象关系之后 再来看它 你就会发现 如果它是个北斗星的话 那两个人的筋骨 就是那个北斗的斗柄的象征是吧 它正好指向了龙的脚步 而斗勺的那个部分 正好枕在了虎的头上 这个位置关系 和实际天象呈现出来的关系 完全一样 说到这儿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牧主人脚下的这个图像 表现的就是北斗星呢 似乎还不够充分 大家一定会有疑问 如果这个图像是北斗星的话 那么为什么北斗星的一部分 用棒壳来摆 而另外一部分 却用两根人的筋骨呢 这两根人的筋骨 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中国古人在夜晚的时候看天文 那么白天 我们靠什么来决定时间呢 我们看太阳的影子 但是问题来了 最早人们认识的影子 是谁的影子呀 一定是自己的影子 古人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他们早晨一出门的时候 发现自己有个影子 等劳作一天回家的时候 发现影子方向变了 久而久之 古人就认识到了 影子的变化 实际就预示着时间的变化 也就是说 人体在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同时 它还充当了最早的测影工具 但是随着天文学的发展 天文观测 要逐渐地精确化 它的要求也是要精确化 我所说的精确化 是要争那个毫厘之间的变化 那人体测影 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 于是乎 古人为了适应天文观测的精确化 就要重新创造出一种 观测仪器 这就是表 就是我说的 立表测影的一个表 那好 能够支撑人体直立 完成测影的那个最关键的部位 叫什么 就是我们的腿 如果没有腿人就贪了 是不是 就无法完成测影了 于是乎 古人就把腿骨的名称 移用作为了最原始的表的名称 那说到这儿 我们应该相信了 刚才在这个墓葬里边 作为那个北斗的 那两个人的筋骨 实际它是什么的象征呢 它就是象征人们测影的那只表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了 那个北斗星 一部分用蚌壳来摆 一部分用人的腿骨来摆 实际上是把人们夜晚的时候去看北斗星来 定时间 以及白天立表测影来定时间 这两种方法怎么样 把它结合了 于是就创造出这样的一个 非常独特的北斗星的造型 分析到这儿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底气来下这个结论了 在墓主人脚下的这个图案 实际表现的就是北斗星 那如果它是北斗星的话 和它同时存在的龙虎 它的性质应该是什么呀 就一定是天上的形象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西水坡这个大墓里边 所摆放的龙虎和脚下的北斗 它组成了我们迄今所见的 时代最早的一幅天文图 它的时间是在六千五百年以前 分析到这儿 可能各位朋友还有一些不足 说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 和它完全一样的东西 比较一下 或许可能更有说服力 对吧 好 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证据 这个图像 它是发现在湖北隋州 曾侯以牧 里边的一个七香 在这个七香的盖面上 故人绘了一幅星象图 这幅天文图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中央的那个 写得变来变去的 那是什么字呀 那实际就是传书的斗字 在斗字的周围 用文字写了一圈 二十八秀的名字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是一幅天文图 它又有北斗 又有二十八秀 都用文字写在这儿了 我们还能有怀疑的吗 没有 曾侯以和西水坡 这两者可相差了四千年呢 他仍然是强调这个东西 完全不必要怀疑了 这样我们就把西水坡这个大幕 它其中摆放的这些龙虎和北斗 它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把它揭示出来了 它实际展现给我们的是 六千五百年前 那个时候的先民所创造出来的 一幅天文图 证明那个时候的先民 已经对天象有了非常精细的了解 非常感谢冯老师 这番精彩的讲述 您的这番讲述 让我们不仅了解了西水坡 这座墓葬 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 震撼什么呢 我们的祖先在六千五百多年前 就学会了看天象 而且还有了 或者说建立了一套天文观测的一套理论 这个实在是太伟大了 就您讲的时候 我也听得聚精会声 我看大家听得 有的跟您虽然没有语言的互动 但是他们有肢体的互动 他们在频频地点头 真的听进去了 那么现在呢 我想大家可能特别宣 可能他们又有问题要提了 是不是让他们也提一提 好 小徐你说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您说到第二组祖墓葬的时候 您有说 它跟我们现在知道的四项有区别的 它下边是有一个鹿 然后我就想问 它这个鹿的背后 到底蕴含着有什么 就是说中华文明 它的那个文明的秘密呢 我们都知道四项的 那个北宫是玄武对吧 但是玄武的这个项 今天我们从考古学去看 最早不早于战国 战国以前没有玄武 战国以前的时候 那北宫是什么呢 就是个鹿 或者叫麒麟 除了磅速龙虎图案 和北主星之外 牧主人的身边 还摆放了三具形态各异的尸骨 那么这三具尸骨 究竟是何许人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寓意呢 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 西水坡大墓 我们非常感谢冯老师 让我们知道了这个磅速龙虎形象的用途究竟是什么 其实它就代表了星象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了这座墓葬当中啊 除了中间的墓主人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三具尸骨 这三具尸骨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我们请冯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 谢谢 我们见过很多古代的墓葬呢 但是 是这样的一种造型的墓葬 非常少 几乎没有 它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现在咱们把东西南北搞清楚 上边是南 下边是北 左边是东 右边是西 跟我们今天的方位正好掉了一百八十度 那么在南边 它表现的是圆曲的形状 而在北边呢 表现的是方正的形状 也就是一边是圆的 一边是方的 我们想到了什么 对 中国古代有一个宇宙论 叫盖天说 就是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如果我们用南北来表示天地 中国古人习惯 用南来表示天 用北方来表示地 天地是上下 我们应该画出头顶是圆的 足下是方的 我们看来 这个圆方和这个墓主人所在的这个位置 不就是墓主人的头顶是圆的 他的祖下是方的吗 其实不仅如此 大家还注意到了 在这个墓葬里边 除了墓主人 还有三个寻人 这三个寻人 最大的不超过十六岁 都是孩子 而且都是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杀死了 然后寻在那 这三个寻人摆放的位置非常奇怪 很有特点 他不是集中地摆放在墓葬北边相对空旷的那个位置 而是一边放一个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放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墓葬北边的这个寻人 他不是沿着这个墓壁 凭着摆放 他特意摆放出来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太诱人了 我们就计算了一下 结果 发现 这个北边的这个寻人 他的头像 正好指向了 浦阳当地所能看到的 冬至这一天的日出位置 这个计算让我们豁然明朗 这三个寻人 一定有他的文化的象征意义 中国人通过力表侧影 找到了时间 进而获得了诚信的观念 他们不了解 为什么时间这么准 于是古人 很朴素的古人 就在想了 一定有神灵在那掌握着 那最早掌握时间的神灵有几位呢 中国古人告诉我们 一共有四位 就是两分两智的神 两分就是春分和秋分 两智就是夏智和冬智 这四个神灵 分别管理着时间 使得他们永远都不会变 那么这四个神 这四个神在中国古代 是非常重要的神情 人们最早把它想象成 是天地的四子 四个孩子 四子 而我们在这发现的 这三个孩子 全部都是年幼的 最大的十六岁 这四个神 住在哪 古人有思考 中国古人很早 就通过天文观测 建立起来了空间架构 空间体系 进而又规划了时间体系 那么在空间体系和时间体系 都建立完成之后 人们就把空间和时间 就栓系在一起了 用它们来相互的表现 比如说 我们说到东方 这是个空间的概念 但它同时又可以表现春分 这是个时间概念 我们说到西方 它也可以同时表现秋分 人们就用四方来表现了四十 那这主掌四十的四个神 住在哪呢 就住在这四方的 最远的地方 掌管春分的神 住在东方日出的地方 掌管秋分的神呢 住在西方日落的地方 掌管夏至和冬至的两个神 分别住在南边和北边 最远的地方 所以四个时间神 分别住在了东西南北 四级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了 如果他们是表现春分 秋分和冬至的神 他们一定不能放在一起 他们一定必须得 东边放一个 西边放一个 北边放一个 而且北边的这个 已经非常清楚显示了 这个寻藏的人 他和主掌冬至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通过计算 我们发现 他的头像 正好指向冬至那一天的日出位置 一度都不太差 那如果墓葬里边的这三个寻人 他表现的是分至四神里边的三个神 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遗存里边 至少在这个墓葬里边 我们还缺了一个 对吧 缺了一个掌管谁 什么的呀 掌管下至的那个神 那掌管下至的那个神在哪呢 如果我们去看 完整的这个四个 沿着子五线分布的 这样四组遗存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 你往南找 在最南方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第四组 这个第四组这个墓葬 非常的特别 特别在哪儿了呢 他缺了什么 缺了小腿骨 而且这个墓葬的长度 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墓主人 在埋葬之前 先把小腿骨截走了 对不对 因为他的墓葬的长度 是不包含小腿骨的那个长度 那我们就要问了 这两只腿骨哪儿去了 于是后你们在最北边的墓葬 里边看到了 古人用它来表现什么了 北斗星的斗饼了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两个腿骨表现 北斗星的斗饼 它的文化的内涵 它的象征 在象征什么呀 象征立表测影 那个表 对不对呀 告诉我们白天的时候 要通过立表测影 来辨别时间 那古人干嘛 非得用表现 下肢的这个神 他的腿骨 来表现立表测影的 这只表呢 如果我们去看上书的谣点 古人 一年中 什么时候测影啊 最早的时候 古人只有在 下肢的时候测影 所以 主管下肢的神 他重要的责任就是负责什么呀 测影 于是乎古人 就把他的腿骨 表现下肢神的这个神 这个孩子的腿骨 一又来表现了 象征那个归表的表 作为了北斗的斗饼 那这一点 也说明了 取自这个孩子的 他的文化的象征意义 应该是谁呀 就是下肢 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在这个墓葬里边 或者说在这个 整个的宗教遗存里边 表现两分两制的神 都齐全了 都是有的 所以说 古人的这样的一些 寻葬的人 不是仅仅的 象征着这个墓主人 身份有多重要 他还有更丰富的 文化的象征意义 为什么要把下肢的神 不放在这个墓葬的南边 而放在这个 整个遗存的最南方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要明白 溪水泼 自北而南的 这四祖遗存 它到底要表现什么 它的结论就是 它实际展现了 这个墓主人死了以后 灵魂升天的场景 我们看到的 最北边的这个墓葬 它是在这个 整个遗存的最北边 它的南方 是圆的 表现天 墓主人的头 也像天 我们知道 它的灵魂去向在哪 往南走 结果我们就在 它的南边 二十五米的位置 就发现了第二组 第二组 非常清楚 有龙 虎 鹿和鸟 四灵 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四灵 实际就是 我们所说的 最原始的四象 四象放在这干什么 它实际上 表现的是 驾驭墓主人 灵魂升天的 那些灵兽 我们再看 在第二组 遗存 再向南 沿着紫武线 二十五米 就是第三组 第三组表现得 非常的清楚 一个人骑着龙 已经在天上 遨游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最北边的这个墓葬 一直到第三组 这是一个整体 如果我们想表现 夏至神 就只能 把夏至神 放在这个整体的 南边 而不能放在 它的中间 如果放在中间 就把牧主人 升天的路怎么样 就堵住了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人们想要表现 夏至神 就只能把它放在 整个这个 完整的 升天场景的南侧 于是就有今天 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一种安排 灵魂升天 这听起来 多少有一点传说的味道 或者说 它是古人的一种信仰 或者是 它的一种理念吧 但是 它从一个侧面 也反映出了 或者说代表了 古人对天的 崇拜的这种理念 是吧 说到这 我不知 现场的学员们 你们又有什么问题 Tina 老师 我的问题是 就是那四子 是男孩还是女孩 还是说都有 两男两女 和后来 一挂 周易的系统 完全一样 应该说 这是一座 非常神奇的墓葬 你看 说的神奇 它可以把整个宇宙 埋藏在自己的墓中 我想这个冯老师 讲到这儿啊 恐怕大家都会提出 一个问题 我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 这座大墓的墓主人 是谁 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把这个讲台 继续交给冯老师 大家非常关心 具有这样的一个 宏大的 祭祀场景的墓主人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中国古人 为了要为农业生产 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 进而看天 那么谁来看天 当士族成员 对天象 茫然无知的时候 一定是有那么 极少数的圣人 他通过自己的 心情观测 了解到了 某个星星 行一到哪个位置的时候 就可以播种了 于是乎 这样的人 在士族里边 就确立了 他什么地位呢 就确立了 他统治的地位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们就可以 很清楚地知道 在上古文明中 天文学 实际是作为 王权的基础而存在的 我们在古书里 读到这样的话 知地者智 知天者圣 你了解地理 充其量 你是一个聪明人 你了解天文 才能是 真正称得上是圣者 所以 对于一个 以农业经济为 特征的这样一个社会而言 天文立法的知识 就具有了首要的意义 谁能把时间 颁授给人民 谁就有资格 成为人民的领袖 这样的话 我们就读懂了 在论语 谣约篇 一开始所讲的 谣顺与善让的那些事情 谣约篇告诉我们 谣顺与善让的时候 谣把位子善让给顺 说了一句话 叫 天之立数 在耳攻 允之其中 也就是说 天文立算 要由你亲自来掌握呀 因此从这样的一个背景上来看 具有这样的一个 丰富的天文学内涵的 这个墓葬 它的主人 应该是个什么人物 显然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统治者 考古学家习惯于 通过墓葬的随葬品 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 比如说 我们在一个将军的墓葬里边 可能会看到很多武器 在一个教书人的墓葬里边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大量的经典 但是我们在溪水坡的这个大墓里 看到了什么 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天文图 他告诉我们 这个墓主人生前是干什么的 就是观天的 他通过这幅天文图 再现了他生前的那个权力特征 他告诉我们 他生前就是以观测天象为己任的 一次观像寿石正确 这不算什么 他年年观像寿石让你们重庄 你都能丰收 于是乎士族成员就觉得 他是了解天意的人 他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 那他的权力谁给的呀 就是天给的 于是就发展出来了 君权神兽 君权天兽的思想 于是他的权力 实际是在天上 那个至上神 收给他的 他是佩帝在下 他死了以后去哪儿啊 一定要 升到他的祖先的周围 才有灵魂升天 这样的一种原始宗教观的形成 有人说 我怎么在他的墓葬里面 没有看到淘气一样 玉气也没看到 我说他还在乎那些 天下都是他的了 是吧 一幅星象图再现了 他生前的权力特征 他就是掌管天的人 观像寿石的人 我们去看看上书 第一篇是谣点 谣点开篇就讲观像寿石 这就是中国古人 认为的最遭到权力特征 所以我们从这个文化的背景上去分析 可以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这个墓主人 他就是六千五百年前 那个活生生的权力拥有者 今天还躺在那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 我们的祖先 这个遗存 我反复地强调是 沿着紫五线 等间距分布的 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 他们已经掌握了空间 已经具有了南北紫五线的概念 不仅如此 他们对天地的形状都有了想象 认为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还有更精确的一些规划 他们已经有了王权 有了原始宗教 有了分治四神 这样的原始宗教思想 这一切通通都产生在 距今六千五百年前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朋友们 之前对于六千年 以前的文明 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们有没有一个想象 我想每个人心里 可能都有一个认识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画面 一提到我们的上古文明 一提到新时期时代 我们最常见的画面 就是一堆上神坦露的人 围着篝火在那跳舞 好像我们很原始 是不是 但是我们通过西水坡 这样的一个原始宗教遗寸 可以认识到 六千五百年前 中国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 非常高的一个程度 这些知识和思想 实际上建立了 我们重新认识 中国古代文明的背景 我们过去提到商代 商代人有什么重要的发明 我们都觉得不可能 说古人有那么聪明吗 不可能 可是今天 如果我们认识了西水坡 这完全改变了 我们对传统文明的 一个认识基础 商代据我们三千年 西水坡据商代 又一个三千年 商人看西水坡 就犹如我们看商代 所以以后我们 再去探索中国的原始文明 要在六千年前 这个背景下 往前看 这是考古学 带给我们的新认识 这完全改变了 我们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认识 谢谢冯老师 为我们进行了精彩的 讲解 讲述 谢谢 关乎天文 以查实变 关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西水坡大墓的主人 将自己与星宿 埋在了一起 这实际上 体现出了古人 观像寿时的一种 综合的思考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曹谷公开课 我们下期再见